其实老师们把你们婚姻背后的几个重要的问题都帮你们做了梳理 对 信任 理解 对吧 默契 有吗 都没有 创业的事情 生活就是这样 你成了怎么都行 对吧 乔布斯不行的时候人家说这个家伙 成了为一个教父之后说 你看他一意孤行是多么的伟大 如果婚姻可以是一场生意的话 是一个合伙人的话 这个角色的合伙人 是你最需要尊重的 最需要寻找默契的 其他的合伙人是不是 那是生意层面的问题 你想一想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也想一想 你要的是什么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不要再那么急匆匆地赶路 停下来重新看看婚姻吧 重新审视一下爱吧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亲爱的 我不知道今天 到这个现场之后为什么变成这样 明明我是一个很稳 或是很有条理的人 就面对你的指问 我就无所适从了 其实我不是不支持你 一直以来我都很支持你 包括就像老师们指出的 我们之间的信任问题 因为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 所有的感情都是一点点积累的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默默地接受了 我只是觉得你这种方法有的时候 让我 亲爱的 让我真的挺没有安全感的 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没兑现 这次只是一个特例 如果这次事我不得到你的支持 就是我干成了 没有任何意义 时间到 回去吧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日子还得继续 争吵也许还得继续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来 来 你们俩下去 到他抱这个 亲一个 那就妈妈抱着好不好 或者爸爸抱着 我们这个很特别 来 我们来见证这一家人的幸福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亲爱的 我会让你幸福了 相信你 这个好浪漫 这是最浪漫的 我看到的 哇 哦哟哟哟哟 这小娃娃 停亮灯 停亮灯 太不容易了 这大概是最别致的一个求婚了 很幸福 来吧 这个送给你 伊贝诗 提供的一份 白色恋人系列 好 祝你们幸福 回去吧 来 请回这边 慢点啊 看着点 看着点 对怎么样 呀 definite fried 酷炽 flu 比赛 熊